当你今天 你不用往下去拖曳 他就直接告诉你 这一栏不用做数据清理 因为他全部都符合ABC 就是文字这种类型 那这一栏一样的意思 可是当我们今天拿到大数据 很多很多的数据 很有可能这里面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例如说空值 会出现错误数值 可能会出现文字 像这个红色就是代表 它是什么错误 因为这个错误 所以导致这些可能 可能是正确的 是可以被视为是 123数字的 它会产生变化 所以他就用这一列需要做数值清理 提醒你 至少要把这个错误 至少要把这个错误移除 如果你不移除这些错误 他到时候每次的运算 都会拿这些错误 都要再去算一次 那不是浪费时间 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来知道说 这个错误到底可不可以直接移除 这就是现在要做的数据清理的重点 两件很重要是 第一 你要知道 你看到它就知道说 它需要做数据清理 第二 错误到底长什么样子 可不可以直接移除错误 当我们如果看到说这个错误 我们卷轴往下 你有没有发现 各位记不记得 原本那个每一个栏 每一个档案 它最前面是不是都会有什么区域别 然后村里数 林数 所以我们这些错误 这些错误可以直接把它给移除掉 所以请把 请将那个游标 游标移到这个红色 这个箭头的尖端移到红色 然后移除错误 你看当你一点了这个移除错误 连带的 这边也变正确了 这边也变正确了 还没讲完 可是你要先做移除错误 有听得懂吗 因为他讲完之后 我还要介绍 那个空直的影响 以及outlier的影响